这是本年度刚刚上映的灾难惊悚片 各种残忍恐怖的怪物都搬出场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肆意的独鹿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突然有一天 地球表面出现许多巨大的蓝色球体 它们悬浮在空中移动也不动 人们对于球体的出现 十分好奇中又带着气氛恐惧 它们到底来自哪里 会不会突然攻击人类 于是各国政府派出战机 对球体展开攻击 随之爆炸产生的能量 让它们开始裂变 一场战斗下来 这些古怪球体几乎覆盖了整个地表 好在经过长难一年的观察 托福的球体对人类不会产生任何危害 大家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 仿佛它们原本就该在那里一般 谁知这一天 其中一个球体从空中跌落到野外的荒地上 军方立刻派人封锁现场 激进的连长会有分说 直接抄起冲锋枪 就是一顿扫射 谁知球体表面居然毫发无损 连长顿势气急 命令手下扛起火箭筒 一旁的排长有心想要阻止 可惜已经完了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整片区域被烟雾覆盖 当浓烟逐渐散去 所有人全都呆立当场 球体内部居然泛起紫光 一只恐怖的怪物破体而出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短短一个月内 居然有18颗蓝色球体陆续降临 不过官方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普通居民根本没有感受到任何危机 这批高三学生还在继续洋溢着青春的热情 就当他们准备迎接之后的高考时 班主任老师面色严峻地走进了教室 他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 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于是干脆打开了电视机 画面中的国防部长 在记者招待会中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那就是所有高三年级的学生 将被强制参加府兵役军训 如果顺利通过考核 高考成绩会酌情加分 所有学生顿时哗然 有人欣喜也有人担忧 可这根本由不得他们选择 只见几辆军用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学校 一队队训练教官 迈着利索的步伐走了出来 其中就有那位接触过第一颗降落球体的派长 毫无疑问 高三年级的府兵役军训即将开始 派长的眼神满是惆怅 这群稚嫩的学生 也许根本想象不到 他们将要面临怎样的敌人 之前那颗球体中跑出来的怪物 几乎将整废士兵团灭 派长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球体的恐怖在军方高层已经人尽皆知 如果他们全部都从空中降落 仅靠现有的军力远远不够 所以才不得不征召那些再度的学生作为后备力量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这群学生开始了严苛的高强度训练 每天重复着灰汗如雨泪成狗的生活 在他们看来 这无非就是走个过场 何必折腾的大家要死要活 这天晚上 成绩垫底的学渣阿勒拿着手机 说有一条重磅消息 只见视频中一队士兵 开始四处袭杀动物园里的猛兽 所有人的脸色齐齐一变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小胖在漫画中看过 战争爆发之前 官方会处理掉动物园中的猛兽 避免他们失控伤害平民 大家认为他在胡扯 咱们怎么可能遭遇战争 一群人开始嬉戏打闹起来 超级学霸英轩实在带不下去 他准备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 学渣阿勒觉得自己受到了鄙视 上去就要干架 恰好被刚刚经过的教官看见 结果两人被罚去清理垃圾 可他们还是不知悔改 说着说着又准备干账 好好先生小智见状 连忙冲上去劝阻 可在下一个 三个人同时面露震惊之色 只见一颗球体从天而下 直接将教学楼砸出一个大洞 几人虽然有些懵眩 可并未感受到圆球的可怕 直到对方发出悠悠蓝光 众人这才心生恐惧 距离最近的学霸英轩 根本来不及逃跑 瞬间就被圆球伸出的触手斩住 一旁的小智和阿勒吓得不敢动弹 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英轩被怪物裹住全身 可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忽然一根触手席向小智 好在教官及时将他推开 触手怪物没再继续攻击 裹挟着英轩再次变成圆球模样 班主任老师得知英轩死亡的消息后 双眼立刻倾满泪水 他实在无法想象 好好的军训为什么会死人 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剩余的孩子回家 可教官却告诉他 此事必须保密 不要透露球体的任何情况 否则将引起更大的恐慌和混乱 果不其然 就连不可一世的混混阿恶 此时还在座位上瑟瑟发抖 而英轩除了害怕 更多的还是替英轩的死亡难过 他们两人同住一个小区 从小便是比较要好的玩伴 班主任老师强压心头情绪 告诉二人必须守住英轩死亡的秘密 对外则宣称他身体受伤回家休养了 门外的教官也是面色严峻 这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 毕竟两人只是涉事卫生的孩子而已 宿舍中的其他人仍在嬉戏打闹 对于英轩回家养伤的消息 只是稍感惊讶 唯独成绩第二的英秀嘴角上扬 阿乐器的差点一巴掌拍下 而学校的长官为了封锁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将球体降落的区域隔离起来 并加派了学校的防卫力量 除了上课的老师 禁止任何人出入 不过学生们的训练并未受到丝毫影响 当然文化课程也没放弃 同学们对学校外密集的警笛声 早已习以为常 干脆关掉窗户视而不见 这处学校俨然成了与世隔绝的存在 而排长教官似乎对大家更加严格了 所有人必须在一分钟内完成枪械组装 如果有一人没完成 大家全都不许吃饭 结果大部分同学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只有一位女生因为手法生疏 始终超过规定的实现 结果直到太阳落山 这位女生还在满头大汗的组装零件 其他同学忍不住抱怨 也许她天生不适合拿枪吧 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 学生们终于能够出色的完成各种体能训练 开空枪时也能确保枪头的石头不会掉落 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似乎又有什么东西悄悄发生了变化 直到这天 排长教官带来了新的训练任务 那就是实弹练习 所有人兴奋的排队出发 他们将离开学校 前往后山的靶场 可让大家万分意外的是 原本喧闹的街道居然变得冷清无比 他们都在好奇 这些人跑去哪里了 就连经常听到的警笛声也消失不见了 可大家并没发现 位于街道尽头的深坑内 一个圆滚滚的球体正在散发出悠悠紫光 当他们抵达靶场时 已经有不少同学开始训练 大部分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枪声 吓得差别瘫倒在地 好在经过半天的训练 所有人都逐渐适应过来 尤其是小智的心中女神里纳 居然枪枪射中法新 她之前一直在英国生活 想必早就接触过枪击训练了 结束完一天的练习后 学生们排着队准备返回学校 再次经过来时的街道时 细心的教官发现 两边的墙壁上多了许多弹孔 于是立马叫停队伍 被先去前方探探路 有同学发现了地上的子弹 都在好奇这是哪里来的 其中有个倒霉孩子觉得口渴 怂恿同伴去便利店找些吃的 两人一拍即合 走进时才发现 便利店居然没有锁门 甚至连收银台中的纸币都没去走 他们也没多想 开始大肆搜刮起吃喝奶 班主任老师很快发现 队伍里少了两个人 于是立马去找两位副教官求助 后者也是心中意景 分别前往街头和街位方向找人 等了许久也没见人回来 焦急的班主任只好带着班长去广场方向看看 还没走几步 班长看见一把长枪散落在地上 他刚想捡起来 却发现枪上居然连着一只断手 惊恐的尖叫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在原地休息的同学纷纷跑过来查看 结果不少女生也跟着哭喊起来 班主任察觉到事情没这么简单 顺着散落的痕迹 慢慢朝前走去 好好先生小智一把拉住卡 担心前方会有危险 班主任正拖了手臂 如果不摸清楚状况 学生们可能遭遇危险 当他绕过一辆汽车时 脸上顿时变得煞白 只见前方的街道上 散落着满地的残滞断壁 一大群原体生物纷纷窜了出来 班主任连忙捡起长枪 开始声色但有坚决的扣动扳机 见同学们还傻愣在原地 他刚想喊声快跑 几根锋利的触角直接透体而出 直到班主任彻底倒下 学生们还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好在一位副教官急事赶到 他把几枪干掉输出怪物 可在下一个 他便被飞跃而来的怪物割掉了脑袋 所有人再次发出惨叫 纷纷朝着四面八方逃去 同一时间街道的各个角落中 突然窜出无数触手怪物 飞快朝着他们追去 这群战武渣的学生 真能逃出生天吗 一群学生突然遭遇外星生物 在见识到他们的惨暴失险后 顿时吓得魂飞破散拔腿就跑 过去一个月的训练积累 几乎全被抛到九郊云外 可如此表现也是情有可原 这些外星生物实在太诡异了 神出鬼魔速度极快 而且还能延长触手进行两层缠绕 遇到他们几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好在这群高中生也不是完全无脑 知道找一些密闭的空间躲藏 几位教官也是焦急无比 如今能救一个便少死一个 可即便他们站立在高 在外星生物面前稍微不留神 便是当场一面的下场 这位女生好不容易找到一辆汽车躲避 却怎么都不肯给同伴留条生路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 人类的阴暗心理被彻底激发 两位女生逃无可逃 只能躲进步行街的电话亭中 想不到外星生物的智慧不低 居然打算冲破玻璃 好在关键时刻 一发子弹直接入魂 李教官感到了 凭借着精湛的枪法 很快便将这群怪物绞杀 可两位女生已经吓破了胆 只只躲在里面不肯出来 却没发现上方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原来是射击高手李娜 这群学生也不全都一无是处 便利店享用美食 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经成了人间炼狱 看到一只外星怪物 自喜就跟发现新大陆一般 居然还想用手去摸一摸 直到对方露出恐怖疗牙 两个倒霉孩子才发现不对劲 不过他们也算命大 在躲闪的过程中 自喜处灵心智 无意间将怪物关进了冰柜中 这才发现对方在低温环境下 简直脆弱的不堪一击 在学生歪打正着 以及几位教官的权力绞杀下 总算将附近的怪物清理干净 可他们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两位副教官 班主任老师允命 多名同学失踪 如今整个班级只剩下20多人 忽然后方再次传来动静 李教官立刻举枪悄悄靠近 随手扔出自己的头盔 打算吸引怪物的注意 就当大家摒弃宁神准备开枪时 乖教处居然走出两道身影 教官立马下令收枪 可还是有人扣动了班级 正是那位组装枪械最慢的脱油瓶女生 好在他的枪法也足够烂 并未击中来人 当一行人再次回到学校时 个个都是灰头土脸 犹如战败的攻击 李队长的心中十分愧疚 认为这些孩子承受了这个年龄段 不该有的压力 回想起曾经和上级的一次对话 那时候他就提出过 让高中生参战有些不妥 当时上级答复他 往后的局势会越发严峻 让高中生接受训练 不是让他们参战 而是以备不时之需 随后上级又将李教官带到实验室 这里关押着好几只外星生物 想不到这些怪物如此可怕 唯独特制的低爆子弹才能灭杀 但这也只对小型球体生物有用 至于那种中型生物 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是谁也没想到 近一个月来球体下着的速度越来越快 留给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李教官也是一个狠人 当天晚上便让学生们进行加练 勉强完成训练任务后 所有人贪坐在地哭爹喊娘 与其这样类似 还不如被活体杀掉算了 副教官兵哥好心劝谨 这样做其实是为了 让你们多一分生存的机会 随后便放下实物默默转身离开 他们当初接受军训的目的 只是为了高考加分而已 可经历了昨天的事情之后 众人才意识到 这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有人提出想要退出训练 回家和亲人团聚时 顿时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唯独成绩第二的眼镜男有些犹豫 还是阿乐最懂他的心思 别再想着高考加分了 那些只是骗局而已 没过多久 班长带着所有同学的提名信 找到了李教官 表达了退出军训回家找父母的想法 谁知李教官立刻回绝 你们回去了也见不到家人 全国下达了疏散令 你们的父母应该在某处避难所 班长顿时想到那条空旷的街道 于是再次询问 那我们也去避难所呢 李教官再次回绝 你们现在是军人 当班长将这个消息传达给同学后 众人全都面如死灰 他们只是想回家而已 怎么还会如此困难 学生们再次聚在一起 觉得一定是教官为了不让大家回去 编造出来的谎言 他们父母肯定还在家里等着自己 可现在没电话没网络 想要决认的话 只能偷偷跑回家查看 他们很快挑选出四位家里离学校最近的同学 可想要逃出军事管制的区域 哪有这么容易 几人刚刚抵达操场 便被巡夜的兵哥发现 小胖还想凭一己之力拖出对方 给其他人争取时间 但最终仍被李教官堵住了去路 这些孩子还是太天真 结果跑路没成功 又被狠狠加恋了一番 这回李教练直接放出狠话 如今大家都是军人 再有逃出学校的行为 将被视为逃兵处置 躺在床上的学生万分不甘 大喊着不自由 以及班主任和同学死亡的消息散布出去 让其他班级的学生 同样产生退出训练的想法 既然一个班级的力量无法改变什么 那么所有高三年级的学生呢 副班长泰山振比高呼 权力同学全都跟了出来 瞬间汇聚成一道失不可挡的红楼 眼看他们就要冲出学校大门 最高指挥官条连长直接掏出手枪 一声枪响后 这才看看镇住场子 他还想拿高考加分说是 可学生们早已明白 这只是约束他们的借口 心中若气再也难以压制 一场更激烈的冲突爆发了 就在这时 一颗紫色球体从烟而降 在场众人一个猎解 全都惊恐地看着眼前一幕 教官们最先反应过来 纷纷举枪戒备 只见一大群外星生物从球体中冒了出来 即使士兵的火力全开 也挡不住对方冲锋的石头 很快就有人陆续倒下 学生们更是完了命地逃跑 这些天的训练总算有些成效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又有几颗球体从空中坠落 越来越多的外星生物朝着众人袭杀而来 犹如一场预谋已久的围剿 不断有人惨死在灌物口中 最高指挥官朴连长 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反而独自跳上军车 发了风式地朝着校外排去 结果因为速度太快 直接发声侧翻 这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可怜的学生们只感觉这里 就是炼狱羞辱场 无问躲在哪里 恐怖生物都会无孔不入地出现 好在班长还算理智 四处提醒大家跑去教室躲避 副教官兵哥也无比生猛 凭着精湛的枪法 拼命掩护着学生撤离 可惜人力有失而穷 他不可能救出每一位被洗的学生 最终在几位教官的通论合作下 大部分学生都跑进了教学楼 外星生物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一颗球体直接落了下来 好在学生们的速度不快 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只有斑花小雪的腹部割了一条口子 第一时间将完封死之后 众人常常说了一口气 看着外面越聚越多的球体生物 他们也不敢在大厅久留 纷纷躲进教室里等待救援 忽然教室的大门被推开 李教官带着几名同学赶了过来 他让大家去宿舍区集合 这里可不是酒流之地 如今的情况十分危急 所有学生必须穿戴好装备形成战力 警兵两位教官肯定无法带大家活着离开 众人顺着楼梯设计而下 来到后门时 发现外面到处都是外星生物和人类尸体 李教官叮嘱众人 交代李娜和泰山负责掩护后 他和兵哥率先冲了出去 剩余的学生开始全力狂奔 朝着两辆军车跑去 看着空中不断下落的球体 这位女生直接吓傻了 兵哥大喊一声 让众人合力将他抬上车 感受到行事越来越严峻 他们也没时间顾及其他人了 兵哥大喊着让司机立刻开车 一位断腿女生只能眼睁睁 看着渐行渐远的汽车 最终被外星怪物扑倒在地 李教官听到后面的扣喊声 立刻踩下刹车响要救人 却被兵哥一把拦住 你想让整车人给他陪葬吗 李教官面露痛苦之色 最终只能不甘地启动汽车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刚刚的过道上便聚满了怪物 两辆军车飞速是出校外 可整座城市都已经沦陷 天大地大还有他们的容身之处吗 以上就是课后战争的第二期内容 外星怪兽呼吸地球 一座座城市相继沦陷 这群学生跟着教官 好不容易冲出外星怪兽的包围 如今只能前往郊外的临时营地躲避 车上的气氛压抑得可怕 他们怎么都无法想象 默示危机说来就来了 却不想见后的军车突然一晃 紧接着便侧翻在地 原来有一只外星怪物藏在驾驶室 学生们下个疯狂射击 虽然最终干掉了对方 可枪里的特殊子弹也消耗殆尽 而且在之前冲突中受伤的小雪 脸色越发苍白 连站起来走路都有些困难 所有学生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继续前进 还是原地等待救援 与此同时 位于山脉另一端的临时营地内 李教官已经带着部分学生安全抵达 这里地处偏僻 连空中的球蹄也少得可怜 可即便这样 每天仍然会有几十名士兵战士 眼看太阳即将落山 不少学生开始担心起来 因为同学乘坐的另一辆军车还没抵达 李教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叮嘱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要乱跑 班长满脸严肃 请求教官务必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而这边被困在半路的学生们 总算迎来一个好消息 前去探路的小智发现一处房屋 众人顿时大喜 立马扶着受伤的小雪匆忙上路 高智商模范声响了响 在军车上刻着一个箭头 指向他们离开的方向 约摸走了十来分钟 他们在矿山脚下 发现一排零食工棚 可惜这里空空如也 只有一张小床能让小雪休息 其他同学则是四处搜索物资 可惜偌大的地方 连夜化蛋都存有不少 就是没有能吃的食物 只有眼镜妹在橱柜中找到一袋方便面 可她并不打算拿出来分享 而是偷偷摸摸跑到后山 开始狼蹲虎猿地吃起来 眼镜妹刚刚解决完 忽然察觉不远处爬来一只外星怪物 顿时吓得大喊一声 疯狂朝着攻凶跑去 站在门口的几名学生赶忙接应 总算在怪物追来之前 关上了房门 确认所有门窗封死后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想不到外星怪物物比聪明 居然顺着排烟管道钻了进来 同学们轻叫一声 分别退入隔壁的两间卧室 确认怪物无法闯入后 学生们彻底摊坐在地 虽然现在暂时安全 可他们也被完全困在房间内 如今只能原地等待就原了 而临时营地中的李教官 正在向上级报告 他想带人去搜索一番 谁知后者立马回绝 哪个学校没有丢失学生 贸然营救可能损失更大 李教官的眉头紧锁 学生们至今未归 肯定遇到变故了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等死 于是找到副教官兵哥 给对方安排了一个秘密任务 那就是去找军需官偷取军车钥匙 结果在他卖萌傻贱之下 还真的成功完成任务 李教官并不打算带兵哥一起去找人 因为这种私自离营的行为 在战时可是要被判死刑的 却不想俩人的对话 恰好被路过的小胖听见 结果营帐中的学生 全都知晓了此事 班长率先表态 咱们是一个整体团队 绝对不能袖手狂观 剩余同学纷纷响应 七七背着武器出了营帐 离开营地的李教官十分无奈 当他发现藏在车厢里的学生时 已经距离营地几十公里了 李教官刚准备开码 可很快便感受到 众人解救同伴的决心 千言万语只能化为一声叹息 而另一边被困的学生们 已经焦头乱额 那只可怕的怪物一直守在门口 带有耗死众人的架势 况且小雪的伤口很不乐观 小志最先站出来 不能继续等下去了 他要去外面探探情况 这个房间正好有山窗户是破损的 小志越起身悄悄翻了出去 外星怪物对声音十分敏感 只要他不闹出动静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小志先是绕到其他同伴所在的房间 可惜这里的窗户十分牢靠 他也没有办法轻易打开 只能先去其他地方想想办法 小志刚刚跑进一间库房 那只怪物居然察觉到动静 快速跟了过去 一个闪身敏捷地跳上小货车 小志找到一把大铁前十 便从镜子中看到了怪物的身影 一个转身躲过最初的攻击 随后便飞快朝外跑去 好在房间中的小伙伴 时刻关注着这里 连忙给小志打开房门 让他顺利摆脱了怪物的袭杀 有了新路手的铁前 大家可以轻易撬开窗户溜出去了 高智商的模范生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录像机放出来的声音 吸引门口的外星怪物 这一招果然好使 众人从窗户中逃出来时 那只怪物还傻傻地守在门口 却不想录像带突然卡顿没了声音 他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飞快钻入管道中 冰烧的同学瞪大眼睛 连忙大吼一声 带着众人飞快跑进了库房 关键大门后 大家四散开来寻找汽车钥匙 因为小雪受伤不能走路 他们只能乘坐汽车离开了 谁知钥匙没找到 那只外星怪物就要沿着房顶间隙钻进来了 模范生最为理智 要么抛下小雪 咱们一起跑路 要么就是派一个人出去引开怪物 众人齐齐烫口气 为了将来不会后悔 他们一致决定用抽签的方式 选出一位同学引出怪物 大部分人全都亮出手中长签 只有四散迟迟不肯伸手 显然抽中了唯一的短签 副班长泰山健壮 悄悄呆断手中的长签 表示自己抽中了短签 他要代替四散作为诱饵 迎走仓库外的怪物 看着泰山宽广的背影 四散的面容苦涩无比 却不知对方出生在军人世家 从小就被灌输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思想 泰山一走出仓库 便手拿木棍疯狂敲击铁筒 察觉到怪物被引走 所有人开始四处寻找 总算在货架角落找到了车钥匙 仓库外的泰山正在急速狂奔之中 抽空看了看远方 发现同伴们已经乘车离开 心中不由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便是他独自面对怪物了 而另一边的李教官 此时已经来到原先的城镇 看着遍地的尸体 众人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好在没多久 他们便看到侧翻的军车 李教官命令众人 分散开来寻找同伴的踪迹 小胖无意中 发现了模范生留下的标记 众人正打算全力前进时 却发现后方突然出现 大量外星怪物 李教官一声令下 所有人齐齐开火 随着大量子弹倾泻而出 怪物们纷纷倒地 另一边逃难的学生 总算来到安全地带 可点了人数后才发现 小眼睛刺激居然也不见了 而被遗留在废弃板房的泰山 此时已经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 唯一的出路被铁门紧紧锁住 眼看不远处的怪物 开始准备最后一击 忽然大量低温气体喷出 四喜举着液弹大喊出声 瞬间就将这只怪物灭杀 原来他早就了解到 怪物害怕低温的特性 而这里恰好储存了大量液弹 四喜不想看到泰山 因为自己搭上性命 所以并未跟随同伴们乘车离开 就当两人准备去和伙伴会合时 李教官忽然冲出退开他们 躲在一旁的李娜扣动扳机 干掉了刚刚赶来的另一只怪物 最终所有学生再次相聚 经历了这次截后余生 众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所谓的战友情义 正是从一次次魔力中蜕变而来 看着学生们的成长和喜悦 李教官觉得一切牺牲都值了 他主动找到最高长官坦白一切 心中做好了接受处罚的准备 好在对方念在救回这么多学生的份上 免除了所有处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大家再次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 但胜在简单舒适 而小美的伤势也在快速好转 唯一的遗憾便是可能留下一道疤痕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惬意的生活会因为一场会议草草结束 前线带来最新战报 球体生物专门聚集在人口密集之处 他们似乎在以人类作为养分 军方营地遭遇几次突袭损失惨重 如今必须分散兵力 诸葛扫荡球体生物占领的区域 毫无疑问 军营中的学生们也该出战了 所有人的心中顿时一紧 那些球体怪物可是梦魇般的存在 如今却要主动前去迎战 众人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 尤其得知还要留下一封一书 以及头发指甲时 他们更是连觉都睡不好 李教官的心思缜密 半夜来到患有战前恐惧症的学生面前 表示有份礼物送给大家 只见他一改往日严肃模样 和冰哥一起变起了小魔术 转眼间便将普通的食材 以别开生面的手段化为一道道美食 学生们看着高兴吃起来也香 压抑在心头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 而李教官也放下了身段 和这群学生们打成一片 转眼来到第二天 众人神采奕奕的整装待发 李教官拿出两个探测器 这是军方新研制出来的设备 可以探测到方圆一公里的怪物 随即两辆军车缓缓驶向不远处的城市 他们的任务便是清理那里的所有怪物 以上就是课后战争的第三期内容 学生们将在这次任务中 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群若鸡后备翼 居然奉命清理城市中的外星怪物 随处可见的残垣断壁以及废弃车辆 充分说明了敌人的残酷和可怕 好在他们有探测器傍身 可以提前察觉外星怪物的出现 原本紧张凝重的气氛 也逐渐变得欢快起来 就当大家嬉戏打闹时 探测器忽然传来滴滴的警报声 西南方向潜伏着大量外星怪物 所有人立刻提高戒备 迈着小心的步伐缓缓前行 直到抵达十字路口 李教官示意众人停下 这里视野开阔 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他让大家分散开来寻找射击地点 随手捡起一辆玩具汽车 按下开关后 玩具很快发出悦耳的音乐声 这一招果然好使 原本潜藏在民宅中的外星怪物 被声音吸引 纷纷探出了身形 李教官压了牙时间 忽然大喊一声开火 十几条子弹长龙喷射而出 原本凶残的球体生物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这种涮风仗 学生们打得可惜命手 即使是战武渣 也能时不时地开上几枪 没过多久 智力不低的球体生物开始撤退 很快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可大家的目标是清空这片区域 李教官只好是一众人 逐一搜索球体生物 经历了一次笑盛 再加上探测器的辅助 学生们也没了之前的恐惧 三两组队探索起民宅来 这些外星生物的智商着实超出预料 时不时埋伏在阴暗角落来的突然袭击 甚至连工具都用上了 好在有神枪手李娜站在这高点 他总能在关键时刻 帮助队友解决意外的麻烦 兵哥带着小智等人 正在搜索一间面积超大的民宅 这里的房间太多 他们只能分开查看 忽然隔壁小胖传来惊呼声 小智连忙举枪 直接干掉了突然出现的怪物 就在大家查看小胖伤势时 阁楼上传来轻微响动 众人齐齐放低脚步 缓缓靠了过去 打开房门一看 居然是为满脸学计 目光呆滞的女兵 几人连忙将她搀扶出来 同时另一边的同学们 也带来几位生命恐 那位幸存的女兵 看见倒在地上的尸体 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随后便失去意识晕了过去 众人只好找个地方暂时休整 当他们来到距离不远的9号避难所时 顿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 这里原本是个较大的学校 灾难发生后改为收拢市民的避难所 可众人搜寻半天 却没发现一个活人 显然已经被外星生物攻陷了 确认没有球体怪物后 众人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 在图书馆的长桌旁 几名幸存者你一言我一语 渐渐拼奏出了之前的惨痛经历 他们也是接到了 青角城市外星生物的任务 只不过在十字路口遭遇伏击 带队的教官直接撂挑子跑路了 结果被抛弃的学生们 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整整一个班级 只剩下如今三名幸存者 第一位被找到的女子叫做小爱 全程一直沉默不渝 眼神中满是死灰的绝望 除了几名留下来照看的学生 其他人则负责整理避难所内的尸体 实在想不通这里有重兵把授 怎么也会被怪物攻陷 副教官兵哥同样有此疑问 避难所一般都设在球体比较少的郊区 理应不该遭遇大规模的怪物才对 李教官也想不通 他们是如何找到这处避难所的呢 当夜幕降临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吃着干粮 几天没吃饭的幸存者小爱 却是没有半分近视的意思 细心的班长察觉出了不对劲 立刻跟着他走了出去 这才发现小爱居然拿起武器 准备了结自己 班长连忙上前劝阻 可对方却觉得 整个世界都在欺骗自己 为了高考加分参加军选是谎言 教官说不会抛弃大家也是谎言 他的朋友全都死了 自己独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这时候李教官也走了出来 他向小爱保证 自己不会抛弃任何学生 却不想听到这话的小爱 像是受到什么刺激 直接朝着李教官扣动了班机 当听到动静的学生感到时 只看见躺在血泊中的兵哥 原来他在关键时刻 帮李教官挡住了致命一击 看着同学们怒目而视的眼神 如梦初醒的小爱 只才察觉到自己犯了大错 忍不住放声大呼起来 好在兵哥命大 只是被子弹击穿了肩膀 李教官骂他太傻 为什么要帮自己挡枪 水之兵哥满脸严肃 如果你死了 那群孩子怎么办 李教官像是想到什么 承诺无论如何 也不会像小爱的教官那样 抛弃自己的学生 正在房顶上守夜的小只同学 此时的心中无比忐忑 今晚难得和心中女神李娜一起守夜 他觉得应该把握机会说些什么 但又不知如何开口 忽然李娜察觉远方出现异常 通过望远镜发现 一只中型怪物正在闪烁着紫光 仿佛在和天上的球体摇箱呼应 两人找到李教官汇报此事 后者联想到这处避难所的覆灭 立刻反应过来 这是外星怪物在向球体传递信息 准备集结兵力进攻某处人类据点 查询地图后 发现紫色球体的不远处 刚好就是另一处7号避难点所在 所有人大吃一惊 必须尽快通知那里的守卫才行 李教官的第一反应 便是立刻返回军事营地 如此大规模的冲突 不是咱们这些人能够参与的 他还是将学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场众人全都沉默了 显然无法做到见死不救 万一那处避难所里有自己的父母呢 李教官的眼眶湿润了 他和兵哥默默走出教学楼外 忍不住感慨道 从前只会嬉闹抱怨的孩子长大了 擅长耍剑的兵哥破坏了气氛 非要让直属上司给自己点火 李教官十分配合 让他好好休息 明天将要迎来一场恶战 经过一夜的谋划 李教官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那就是将准备围剿7号避难所的怪物 全部吸引过来 他们在这里设下陷阱 将其一网打尽 随即便给众人指派了具体任务 他们先是将教学楼的电力恢复 他们要将整栋楼炸毁灭掉怪物 谁知刚刚完成一半 在楼顶钉烧的李纳传来消息 那群怪物开始朝着7号避难所移动了 李教官听完后心中一领 立刻下令启动计划 控制室内的学生按下按钮 教学楼外响起风量的警报声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 必须在怪物围攻7号避难所之前 利用声音将他们吸引过来 只是如此一来 不知炸弹的众人必须加快速度了 好在怪物离这边还有一段距离 在大家的配合下 所有炸弹已经布置完毕 但是还得将其串接起来 李教官逐一吩咐学生们去隔壁楼洞躲避 接下来的工作交给他就行 没过多久 密密麻麻的怪物已经抵达学校附近 留给众人的时间不多了 兵哥看了一眼窗外的怪物 提醒众人立刻撤离 可惜还有一处线路没有接完 李教官让众人先行撤退 他要留下来完成布置 否则大家全部都得死在这里 已经抵达隔壁楼洞的学生们 看着外面如潮水般的怪物 整颗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当兵哥带着最后几名学生抵达时 这才知道李教官还在教学楼内 心中忍不住担忧起来 对方还能活着逃出来吗 当李教官接完最后一处线路时 已经有大量怪物吵了进来 他想沿着楼梯间逃离 可惜下方的道路被堵死 更换一处楼梯间 同样也遍布怪物 这下李教官彻底慌了 只能边打边退 四处寻找出路 可惜怪物的数量太多了 即使他战斗力爆表 也只能看看保住性命 最终被逼进一间教室中 李教官拖着疲惫的步伐 来到阳台朝下看了看 眼中充满了绝望 他知道这次难逃一死了 于是拿起对讲机 命令隔壁楼洞的兵哥引爆炸弹 后者很快听出他的语气不对 第一反应便是要去救人 可想到这里的学生 这个男人还是停下了脚步 最崇拜李教官的小雪 抢下对讲机 你不是说会守护我们到最后一刻吗 听了对讲机里传来哭声 李教官的眼神闪动 无比沉重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他很感激这群勇敢的孩子 也正是因为你们 让这场看不到镜头的战争 变得没那么可怕了 随后便下达了 作为教官的最后一个命令 立刻引爆炸弹 所有学生发出不甘的嘶吼声 兵哥双眼含泪 看着眼前的引爆器 却迟迟无法按下 理智的班长知道不能再拖了 抢下引爆器后按下了开关 惊天弄地的爆炸声响起 整栋教学楼瞬间坍塌 连带着李教官和外星怪物 齐齐化为灰烬 以上就是课后战争的第四期内容 外星生物突袭地球 人类城市瞬间沦陷 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课后战争的第二集内容 一群高三年级的学生 在教官的带领下 与成千上万的怪物却一死战 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 可是教官却被淹没在冲天的火焰中 这群学生化悲愤为动力 仿佛在一瞬间长大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便彻底摆脱了之气 即使没有教官的指挥 他们也能设计引诱外星怪物 再以精准的枪法将其见面 尤其是其中的小胖 充分发挥了友人身姿 居然吸引出了一只中型怪物 到达指定地点后 小胖一改之前的迁落 仅仅一瞬间 这群恐怖的怪物便会飞烟灭 虽然大家的战力有了质的飞跃 可食物子弹等物资 迎捉襟见肘 他们每天必须分出一个小队 前往各处搜集物资 晚上再回到上次决战的学校休息 虽然每餐的食物都是定量配给 可每个人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洒脱 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好好活着 才是对死去教官和同学的最好回报 唯一的遗憾便是对讲机损坏多日 他们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 有不少人已经升起了回家的念头 总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可班长却觉得如今的形势不明 徒步走到首尔时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中途很有可能遭遇不可预知的危险 这群学生共同经历了多次生死 早已变得团结无比 遇到意见分歧时 非常默契地选择投票决议 结果这次又和之前一样 大多数人觉得应该留在原地 一些着急回家的同学忍不住抱怨 怎么会有人选择留下 脑袋灵光的模范生觉得 至少得到准确情报才能贸然行动 那么修好对讲机就是重中之重了 长相帅气的小俊提议 他在昨天搜寻物资时 看到了一座监狱 也许那里曾有通讯设备 第二天一大早 一群学生在广场上集合 他们被班长分成两队 一队为战斗小组 前往监狱搜索通讯设备 另一队为搜索小组 主要收集一些紧缺的药品 和专门对付怪物的低爆子弹 简留下小胖三人看守营地 所有人领到任务后截队出发 战斗小组很快来到位于郊区的监狱 副班长泰山拿出探测器 并未发现外星怪兽的影子 可周边也没有活人的迹象 他们只能两两一组分开搜寻 可惜上下两层都搜遍了 也没发现能够使用的通讯设备 就在这时 有人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滴答的声响 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确认 刚刚听到的绝对不是幻觉 阿乐仔细辨认声音节奏 感觉频率很像是SOS 众人心中意紧 顺着声音来源走进了一处地下室 想不到这里还有两排关押犯人的牢房 学生们小心翼翼的前行 忽然房间中伸出一只巨手 勒住阿乐的脖子 好不容易帮他挣脱后 却发现其余的几个房间内 也伸出了许多求助的双手 众人吓得一个机灵 连忙退到铁门外商量办法 模范生无比确认 这群关押的犯人肯定都是死刑犯 因为战争爆发时 监狱里的轻刑犯全都运走了 听了牢房里不断传来的求救声 班长却是有些愚心不忍 他们应该很多天没吃饭了 如果不管不顾的话 这些犯人很有可能会被饿死 几人商议一番 总算想到一个两全的法子 那就是先给美人分一些食物 至少不会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饿死 但要放人那是万万不行的 这群罪犯却是不停哀求 牢房钥匙就在外面的办公桌里 这对你们来说就是举手之劳 众人力在现场没有动 只有托油瓶小爱还在不停分发食物 可这次面对的罪犯却是有些特殊 他没有奢望想要逃出去 而是请求小爱给自己的母亲打个电话 他不想让家里的老母亲担心 这个请求让小爱无比动容 感觉眼前的男人似乎不像是犯人 当其他同学准备不管不顾的离开时 小爱还在牢房门口发着呆 直到众人走到室外 他才回过神将那位罪犯的事情说了出来 某犯生立刻打断 咱们来此的目的并不是救人 于是众人纷纷散开 继续寻找通讯设备 只有小爱还在想着那位犯人 于是再次回到之前的牢房 决定将可怜的犯人放出来 却不想对方立刻原形逼路 原来之前的言行全是伪装的 为的就是博取小爱的同情 结果毫无疑问 所有囚犯全被放了出来 小爱蹲在人群中瑟瑟发抖 如同被野狼包围的羔羊一般 其中一位囚犯更是兴奋地开枪庆祝 而另一组的搜索小队 再次来到昨天的无人小镇 这里已经被战斗组清理了好几遍 倒也不愁遇到外星怪物 队伍后方的小镇满腹心事 看着前方的心上人李娜不停地叹气 因为昨天晚上 外表帅气的小军 居然决定去找李娜表白 小镇得知后心中大害 连忙带着小胖躲在一旁观看 直到小镇说出 那就自己想说 却又说不出口的三个字后 小镇的双手忍不住抓紧了小胖的胳膊 好在李娜只是满脸的错愕 并置物着表示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可小镇仿佛没听到一般 希望李娜好好考虑考虑 看着女神是不是望向自己的目光 小镇心中乱成了一团麻 忍不住猜测 难道女神喜欢的是自己 尤其是两人单独走进房间搜索物资时 小镇更是坐立男安起来 她想跟心中女神表白 可花到嘴边立马变成普通的问候 直到李娜离开后 小镇又万分懊恼自己不争气 她能做的唯一事情 就是将心中对李娜的爱意 通过摄像机记录下来 害怕自己直到死去 也没机会向李娜表白 就在这时 小镇听到走廊中传来动静 悄悄靠近后 她好像听到了俩人正在对话 可推开门一看 却只有小镇一人 她好奇地上前打量 难道自己听错了 小镇疑惑地转身离开时 却没发现小镇手中 紧紧拽着几张字条 值得庆幸的是 这家医院的药品十分丰富 足够大家几个月的消耗了 而楼底下的一辆废弃军车内 也装着好几箱武器弹药 众人忍不住大喜 他们的这趟搜索任务 算是圆满完成了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异响 李娜等人连忙跑过去查看 随即惊恐地瞪大眼睛 只见一道身影躺在血泊中 正是外表帅气的小镇 而留在学校看守的小胖三人 同样遭遇了意外危机 他们正在嬉戏打闹时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悄悄凑上去一看 居然是一队士兵摸了进来 几人顿时慌得不行 眼睛瞪圆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小胖尚存一丝勇气 觉得不能任由外人随意闯入 就在对方四处搜索物资时 小胖猛地冲出 用枪对准了闯入者 想不到对方也是一群学生 居然还是来自同事的另一所高校 双方的气氛顿时缓和许多 新来的学生立刻说出此行的目的 因为高考已经取消了 尚即让学生们继续执行作战 这群人觉得自己受骗了 于是决定脱离队伍返回首尔 小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几方的对讲机早就坏了 他是第一次听说高考取消的事情 得知新来的学生中 有人精通修理机器后 小胖连忙邀请对方 帮忙看看自家的对讲机 他想亲自确认这条进吧的消息 修理男熟练地拆开对讲机 发现里面的电路板是被人为损坏的 小胖几人顿时大惊 到底是谁故意损坏对讲机的 在监狱中寻找通讯是被无果的众人 准备集合回去时 却发现脱油瓶小爱不见了 直到听见地下室传来枪声 几人立刻意识到不妙 废话跑到之前的牢房 果然看到被抓的小爱 模范生连忙上前 将牢房的铁门关上 一群囚犯顿时大惊 怒吼着放他们出去 模范生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只有抓住对方人类 双方才有谈判的资本 囚犯仗着有人支在手 提议只要打开铁门 他们就放了小爱 众人还在犹豫时 几名囚犯忽然粗暴地将小爱按倒在地 这群孩子哪里见过如此阵仗 只能乖乖点头答应 他们先将手中武器丢在一边 接着便缓缓打开了门锁 就当小爱准备出来时 却被一把拉了回去 囚犯趁机捡起武器 泰山大吼一声 连忙招呼同伴撤队 所有囚犯喜悦人员 一群学生就是好运复 接下来便是天高任鸟飞了 领头的落腮虎感觉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预警无缘无故消失 一群学生怎么会持枪参军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他们并不知道 外星怪物突袭的事情 此时班长一行人 正躲在房间中上浪办法 忽然探测器上显示 有几只外星怪物正朝这边赶来 而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囚犯 正在四处搜刮物资 准备去外面大干一场 却不知收割生命的死神 已经悄悄靠近 以上就是课后战争 新放出的七八级内容 什么叫做恶人自有天收 这群死刑犯 勿用学生的良善 得意洋洋地逃出了监狱 却不知一群外星怪物已经袭来 这位长发男还想对俘虏的小爱动粗 可对方并没有坐以待毙 一个闪身逃出房间 飞快将自己锁进资料柜中 长发男正准备破门而入 忽然天花板上 跳下来一只球体怪物 他想举枪射击 却发现弹架里没有子弹 结果瞬间便被秒杀 同样发现不对劲的还有洛塞虎老大 手下遭遇袭击时 扣动扳机却没有反应 这才察觉自己被那群学生耍了 原来他们携带的武器 早在交换人质之前 便将弹架里的子弹卸了下来 只有这位白脸囚犯运气比较好 在保险柜中找到一把手枪 刚和洛塞虎老大会合 便被两只怪物盯上 生死攸关之际 白脸囚犯人性爆发 毫不犹豫地抓着洛塞虎挡刀 而这边的学生也没闲着 两两一组开始寻找被抓的小爱 总算在大远中与其会合 可惜四周潜伏着不少外星怪物 阿勒和魔犯生拼命狙击 就当子弹用尽时 剩余的同学纷纷赶来就场 这就是团队的重要性 而另一边逃跑的小爱二人 恰好遇到刚刚脱身的白脸囚犯 好在小爱机制 直接一把抛杀 打断了囚犯开枪杀人的举动 就在这时 洛塞虎大佬走了出来 他没有理会白脸 叫唤着杀光他们的话语 而是举起枪械 直接将这个畏畏的家伙杀掉了 在其他学生赶到之前 洛塞虎大佬扔掉了手中武器 抬头看了看天上的球体 他终于明白 这些怪物是为何出现的了 因为有些人太垃圾了 他们下来是清理垃圾的 而在小镇搜索物资的二队 正在伤心整理 坠落身亡的小军尸体 有人意外发现了 他口袋中的字条 打开一看 这不是昨晚投出的选票吗 足足三张支持回家的赞同票 怎么会在小军身上 难道有人在投票时作弊了 种种谜团如大武一般袭来 众人根本理不出任何头绪 只好先行返回营地再说 而在营地中留守的小胖三人 有些不舍得送别了八位同事校友 祝福他们能够失礼回到首尔市 没过多久 三人便迎来第一战斗小组的回归 见到对方垂头丧气的模样 他们决定暂时先将高考取消的消息隐瞒 可没过多久 他这小军尸体的第二搜索小队便回来了 同班的死亡简直无余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忍不住掩面哭泣 情绪低沉到极点 可该面对的总归无法逃避 小智掏出了小军身上的三张选票 希望班长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对方是投票活动的主办者 肯定知道其中的内情 谁知班长论了半天 没有任何解释 有人上前提议 偷了赞同回家的请举手 结果大部分同学都举起了手 事实真相摆在眼前 肯定有人在选票时作弊了 自己的脾气最为火爆 不停质问班长为什么这么做 有人看不过去上来劝假 现场很快乱了起来 直到陈登的枪声响起 众人制裁齐齐挺手 原来是混混阿勒扣动了班机 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他主动承认是自己和小军操控了投票 随即作为投票主持人的班长和副班长也站了出来 所有人都露出惊诧神色 想不通一直公平公正的班长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胖突然开口解释 因为高考取消了 随即他们便将白天遇到同事校友的事情说了出来 看着被人为损伙的对讲机 所有人都面面相取 只有眼镜男默默躲在角落没有说话 混混阿勒缓缓开口 终于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秘密 阿勒和小军守夜的那天晚上 忽然接到了上级通知 高考取消 作战依旧 两人很快意识到 这将导致那些只为高考加分的学生放弃战斗 原本团结的小队很有可能分崩离析 虽然他们两个学渣不在乎加分 可骨子里深受已故教官的影响 他们是全心全意想要击退怪物 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 于是两人一合计 决定毁掉对讲机 将这条消息隐瞒下来 而班长担心的 则是首尔因为人口密集 可能存在更多的外星怪物 相反这处营地怪物少 物资也充沛 大家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副班长觉得有道理 于是四人一拍即合 决定隐瞒取消高考的消息 并操控投票阻止大家回家 所有人顿时变得愤怒无比 虽然班长是为大家的安全着想 可不应该自私地选择隐瞒 班级第二的眼镜男 这时候才从取消高考的打击中 恢复过来 略带祈求地询问小胖 这个消息一定是假的吧 直到对方反复确认是真的以后 眼镜男无力地跪倒在地 小志有些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回想起曾经的一段采访 原来眼镜男的家境十分贫寒 他之所以拼命读书 就是为了考个理想大学 改变家里的经济条件 并让弟弟妹妹也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可如今别说加分了 就连高考都取消了 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坍塌了 而同样无法接受现状的 还有这些被敬爱班长所欺骗的同学们 众人瞪了瞪起为主谋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这些人默契地背上装备 缓缓朝着家的方向手而是出发 班长三人看着同学们的背影 轻叹一声默默地跟了上去 一路上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 他们心中既有伤感 也有对前路的担忧 就算可以安全到家 大家还能回到拿枪前的样子吗 一行人就这样沉默地走了两天 眼看事物即将耗尽 打算找辆汽车逮捕 却无意间看到 不远处散落了一地的尸体 悄悄走近后才认出 这群死者正是先前路过营地的同事校友 眼镜男突然提议 咱们还是返回营地继续作战吧 接着便掏出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录着他击杀的怪物数量 他还指望凭子高考加分呢 众人全用怜悯的目光看着眼镜男 就连平常跟他比较要好的学生妹 也无视了他的请求 当天夜里 这群学生来到石礁的一处游乐场 发现便利店里还剩下不少物资 众人聚在一起准备享受美食时 却看到班长三人孤零零的身影 想起白天看到的八位擅自一顿而死的校友 终于有人站起身 检去邀请班长跟大家一起吃饭 毕竟他们都是善良淳朴的孩子 只要没有歹毒的恶意 又能有什么化解不开的仇恨的 久违的笑声逐渐在人群中散开 忽然周边的灯光猛然一亮 整个游乐场顿时化为五彩斑斓的水晶世界 原来是模范生跑去打开了电源开关 所有同学欢呼雀跃起来 用探测器确认周边没有外星怪物后 一场欢乐的游园之旅开始了 所有人都将心中苦闷全部抛到九霄云外 好不容易将所有项目完遍后 有人提议让小智给大家喝个饮 可后者翻越摄像机时 无意中看到一条奇怪录像 正是小郡被害那天拍摄的 他在前台凑巧发现了小智落下的摄像机 于是打算借此说出取消高考的秘密 谁知就在这时 几只外星怪物忽然窗了进来 滴落的摄像机 恰好拍到小郡在打斗中 无意中从窗台跌落下楼的画面 众人看完后忍不住唏嘘 想不到小郡的死亡谜团就这样揭开了 而正在闲逛的眼镜男 恰好看到路边摊的报纸上 刊登着一则恢复高考的新闻 于是他兴奋地跑去找路过的小雪分享 后者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是外星怪物袭击前的新闻 眼镜男的神情开始扭曲 坚信自己没有看错 两人吞嗓中 小雪只感觉自己被捕距离推翻 接着便晕了过去 眼镜男起初慌得不行 可看着小雪清秀的脸庞 曾经对他的爱慕之意再次涌现 居然忍不住轻轻凑了上去 好在这时 混混的阿乐恰好路过 直接上前就是击脚踹了过去 平常他对眼镜男不是打就是骂 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却不想眼镜男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不但选择了缓击 而且还捡起了地上的武器 正在游玩的众人 突然听到几声枪响 于是飞快地跑到沙滩边 随即便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小雪 以及失魂落魄的眼镜男 看着地上阴红的血迹 眼镜男解释说 阿乐遭遇了外星怪物的袭击 随后便被拖进了海里 众人顿时大吃一惊 掏出武器戒备 模范声则拿出探测器 居然真的发现 有无数外星怪物正在靠近 应该是游乐设施的声响将他们引来的 大家来不及多想 连忙唤醒昏迷的小雪 扶着他匆匆朝着远方逃去 眼镜男却是掉在队伍最后方脸色深沉 他会想起刚刚一枪干掉阿乐 并将对方抛进大海中的画面 心中不由地担心起来 虽然小雪全程昏迷 可还是很有可能怀疑自己的 经过半夜的长途跋涉 一行人总算回到原先的学校 他们自觉地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可惜周边已经空出不少座位 眼镜男心中有鬼 忍不住跑到外面喃喃自语起来 一旦同学们发现自己的恶行 那么他就再也无法参加高考了 与此同时 小雪将副班长泰山单独叫到外面 说出了心中猜测 可能阿乐是被眼镜男害死的 只是他中途醒来时 脑袋有些晕沉 并不能十分地肯定 却不想俩人的对话 恰好被不远处的眼镜男听到 这也成了压垮他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看着教室中正在谈天说地的同学们 眼镜男只感觉他们是在诉说自己的罪行 为了即将到来的高考 他决定扫清一切阻碍 于是就这样 眼镜男直接冲进了教室 对着昔日的同学一顿扫射 小雪恰好被小胖的身体压住 看看逃过一劫 可怜几位还有余力的同学 即使逃出了走廊 也被眼镜男生生地击倒在地 好在关键时刻 可不受伤的李娜举枪射击 不过又被怨念极深的眼镜男反复成功 他要杀掉所有活着的同学 小植拼命劝说眼镜男冷静一些 可他仍要执意开枪 忽然又是一缩子弹射来 眼镜男终于不甘地倒地身亡 想不到是拖油瓶小爱完成了最后一击 这次意外事故 差点导致全班团灭 只有小植李娜等四人得以幸免 转眼来到两年后 高考终于如期地恢复正轨 因为许多没有参加战争的孩子家长反对 教育部暂未公布高考加分的细则 更为荒唐的是 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的两个月内 军方便研发出了新款武器 一举消灭了99%的怪物 准备提报高考的小植实在想不通 当初他们拼命杀敌的意义何在呢 想起那些死去的同学 小植直接走出了教室 毅然决定放弃参加高考 他这时候才意识到 也许当初要对抗的 并不是球体怪物 而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以上就是课后战争的拳击内容 有些人可能会对结局感到失望 既没看到大战外星怪物的场面 也没有对球体的来历和结局有所交代 可如果将他当成写实类的故事片来看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眼睛男造成的悲剧 其实并不是他的错 而是导致他性格扭曲的 一系列荒唐举措造成的 难道学生不应该就在知识海洋里长游 尽情享受难得的青春吗 将不属于他们的责任 强行压在身上 对于年纪不大的孩子来说 又有几个人能正常承受 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还请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